你好欢迎收看众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坎津部落民生用水在前期早景工程完成后 持续追踪水质检测时发现铁蒙离子含量偏高 为了改善居民用水品质市政府设立沉淀池 同时连结浮轮设浸水系统 希望逐步改善当地居民用水用电的民生问题 正常开关灯有电能够使用 看似平常的事情对于坎津部落的居民来说却是十分珍贵 定居在此将近20年却有一半的时间都处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 如今有了干净的水能够使用他们都相当珍惜 我们圆明局局长去申请这个水跟电的时候 我们内心是非常感激他们的 因为住了太久都没有水没有电 电的问题又是跟别人借用去使用这个电 比较不方便 自从专用设完之后对部落族人都非常的高兴就满意 过去由于水质不稳定且经由检测发现铁猛离子含量偏高 影响水质的色度与气味 为了改善居民用水品质市府争取经费设立沉淀池 以重力试沉沙方式减少悬浮威力 并连接既有的福伦社进水系统提升部落用水品质 我们这部落就是之前都没有水没有电 水的话都是自己在找紧找完之后 就只有自供自己使用啦 差不多也用了二十几的时间 等到那个郑文昌市长上任之后 第二年他就把我们这民生问题 水跟电的问题完全供给我们使用 用到过滤区这套过滤区后面的这套过滤区 才能做饮用水使用 近年来政府在坎津部落陆续完成供水通电 进水设备等民生基础设施 并完成门牌编定 由于族群已经建立紧密且浓厚的情感 因此市府也希望结合部落及水岸空间 打造原住民文化 记者游家瑜桃园报道 桃园龟山有一座隐藏在社区内的土地公庙 供民众参拜 这一切得来不容易 当初因为规划不周全 导致土地一直荒废 后来在凝聚社区居民共事 以及热心志工共同整理下 才让大江山社区居民 能够有一个宗教寄托的所在地 也就是现今的福江宫 位在桂山区的兔坑里 有1800多的人口 其中大江山社区就占了三分之二 但却没有任何的土地公庙可供民众参拜 于是去年里长就邀请志工一起整理环境 让福江宫成为里内第17座的土地公庙 前后二三十年来 这一个闲置的房屋 在108年处的时候就有很多林长 跟我们理办公室的环境 后来我们想说 把这块地方来重新做整理 做整理之后 就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处理 完全是我们这个聚落的居民 大家事发性来整理 该地本来是要做污水处理处 评估过后又决定不要 导致空间闲置下来 反而成为垃圾以及治安死角 所幸有许多热心志工共同整理 同时加强屋顶的防水工程 完善整体空间 去年10月9号安座之后 当时只看到地面里面的混刷 还有相关湖江宫里面的设施来做整理 所以我们理办公处 就跟林长跟还有那几个相亲志工 大家一起爬上屋顶 爬上屋顶去做一些防水设施 我们屋顶防水设施总共做了三层 第一层是做防水胶 接下来就弹性的涂料 防水的涂料 第二层在第三层一直铺上去 福江宫的所在地 从原本脏乱的空间 到如今成为社区的信仰中心 这背后需要很多人的付出 包含取得用地共事 志工们无私的付出等等 才让当地居民能有一个宗教寄托的所在地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灰龙国中小的学生自治会 为了让即将毕业的学长姐 留下一个难忘回忆 特别办理拉密桌游比赛 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能够报名参加 校方希望学生除了在课堂认真学习外 也能够透过办理活动 学到不一样的经验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少学校的毕业旅行都取消 而灰龙国中小的学生自治会 为了给学长姐一个难忘的回忆 特别办理拉密桌游比赛 校方对于学生发起的活动表示支持 也在一旁给予学生建议 遇到了武汉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毕举跟毕业都被取消 然后学生自治会是以弥补的心态 就是想说让他们至少有个活动在 不会就是说就那么无聊 觉得说好好的国中三年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什么都没就算了 其实过程中除了学生们定期会跟老师开会讨论之外 那其实他们主动的去想了很多的细节 那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平时训练学生 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上面 他们能够去多留意到各个面向 然后去主动自发性的去为同学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如果可以破冰就用打包拍打车 本次办理的拉蜜桌游比赛光是预赛就要七天 报名人数超出预期相当踊跃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老师也和学生一起参赛同乐 而自治会的活动干部也表示 虽然第一次办理活动很紧张 却得到很多收获 其实一开始就是还蛮紧张 就是很怕办不好或是中间又会出什么问题 可是也还好就是我的学生自治会的伙伴们 还有负责的老师也都很愿意去帮忙我 然后也一直在协助我 所以也是让这场活动到现在这样都很顺利 其实平常和同学在练习在玩的时候 我都是没办法赢的那一个 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可能是排刚好抽的比较好 今天比较幸运吧 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可以赢 透过第一届的拉密比赛让学生在课堂之余 也能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 相信不管是即将毕业的学章界 还是在校的学生都会留下深刻回忆 并且延续这项传统 记者尤家瑜桃园报道 在庙城前看布袋戏的场景 过去很常见 但是随着时代演变却越来越少见 甚至不少孩子根本没有看过布袋戏 桃园市土地公文化馆配合闽南文化节 举办布袋戏欣赏 以及传统捏面人和画堂体验 希望借此让闽南传统文化永续传承 结合盛光与剧情的布袋戏相当精彩 让台下的大小朋友都目不转机 桃园市土地公文化馆配合闽南文化节 举办布袋戏欣赏 以及传统捏面人与画堂体验 希望借此让闽南传统文化永续 早上找了传统布袋戏是不二偶具 下午是金光布袋戏是武座桃心格 武座桃心格刚好也是我们桃园市的 借助电影团队 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两团的团队来做一个PK 所以早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传统布袋戏它操得细腻 那金光布袋戏它天马星空 所以在下午的演出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声光效果啦 那个变换的那个动作啦 都是非常的兴起有趣 在庙城前看布袋戏的场景过去很常见 但随着时代演变却越来越少见 甚至不少孩子根本没看过布袋戏 土地公文化馆特别规划了展演跟体验科程 让民众都说很有趣 还希望能够再办 效果很苦人物讲话也很好笑 因为带小朋友可以停业这种古早的感觉 这样那小朋友也参加很多场 土地公文化馆办的活动 他们也都很喜欢 活动现场除了布袋戏演出 还有简单的布袋戏演歌 以及传统乐曲的介绍 主角布袋还特别到台下跟观众互动握手 让大家除了看戏同时也对布袋戏 有更深入的了解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导 桃源市教育局为了强化学生的反毒意识 特别和教育部以及台湾艺术大学共同合作 在大兴高中展开首场演出 同时表演以光为主题 演出充满亲情的乐舞剧 期盼建立防治毒品人人有责的观念 精彩的乐舞剧表演 不仅让台下观众看得惊呼连连 同时也将反毒宣导活动带到最高潮 桃源市大型高中 透过邀请台湾艺术大学的乐舞剧团 到校内进行反毒宣导乐舞剧 希望要让学生了解毒品的危险性 这个万恶的毒品对它的这个拒绝跟远离 必须要从小从头早一点做 所以我们就很积极的跟教育局还有教育部争取一些 可以让同学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用乐舞剧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看完这舞台剧是能够提升我们反毒观念 同时它也在骄傲大众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大众不要稀土也不要误入其他 我觉得看完舞台剧 我觉得可以让我更了解毒品对我们的危害 我觉得舞台剧还蛮好看 是因为就是演员的表演都很生动 然后唱歌也很好听 对 然后看完舞台剧就是不会想要去碰毒品 桃源市教育局为了强化学生的反毒意识 因此特别与教育部和台湾艺术大学共同合作 并以光的反毒乐舞剧为主题 不仅要透过充满亲情的乐舞剧传达正确的反毒观念 同时也希望要落实反毒校园 这一次教育部策划了光的反毒乐舞剧 那主要是希望透过一个多元的反毒的宣导方式 那能让学生更容易吸收到一些反毒的知识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利用乐舞剧结合一些反毒的一些知识 然后让学生借由欣赏乐舞剧的同时 也能得到一些反毒的一些知识 我们目前桃源今年度会有两所高中来申请 那未来学校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宣导的需求 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教育局这边接洽 我们来做一些安排 109学年度第一学期反毒乐舞剧 北部巡回场次于大兴高中展开首场演出 而陶仁市教育局也欢迎室内的各高中职 向教育局申请反毒乐舞剧 期望要借由生动的乐舞剧表演 要建立防治毒品人人有责的观念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未来美美还是会持续的关注于 我们的幼儿托育的学习的环境 还有打造新的托育场所 还有我们长者的各方面的福利的政策 还有地方上的一些瓶颈道路的打通 让生活在桃园的好朋友都能够非常的幸福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餐饮桃园越来越好